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和民主黨候選人哈里斯 都在賓州投入了大量資金 力爭勢均力敵 對賓州共和黨人薩姆爾·陳來說 要在2024年總統大選中做出選擇並不容易 因爲法尼亞大學民主黨社團成員史蒂夫·楊則認為 民主黨能夠更好的代表亞裔 2020年疫情的時候 它完全是攻擊我們亞裔 說是中國病毒 說是武漢病毒 讓好多亞裔就覺得在這個國家非常不安全 因為就有個拋棄感 對吧 所以我覺得民主黨呢 就我在費城還去了一個就專門針對亞裔的一個 一個就是一個競選的一個活動 所以就說民主黨對亞裔是非常尊重 非常非常注重的一個黨 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政治學教授蓮佩德說 他所在的加州向來是民主黨票倉 也有比較多亞裔選民 過去鮮少見到競選廣告 然而這次選戰卻能看到大量來自雙方陣營的廣告 顯示競爭極為激烈 在華人圈這邊來講的話呢 我們其實本來就相當的分歧 比起其他的這個亞裔族群來講的話 華人是很大的一塊 最大的一塊其實 但是我們也來自四面八方 候選人對中國的政策是薩姆爾城關注的重點 他認為共和黨多年來在對抗中共上展現了道德勇氣和明確性 能更好的帶領美國向中國問責 中共和中國的增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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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這是一個問題給我們的經濟 因為我們的經濟是非常靠近的 這是一個問題給我們的安全保障 這是一個問題給我們的關係和台灣 但是所有人都害怕跟習近平和中國 因為經濟的關係 所以我們必須在那裡 我們必須在中國的經濟的利益 之前我們可以對他們對他們更強的政策 所以我們必須一位主席 能夠理解這關係的真正 然後有勇氣 兩位政治和經濟的力量 民主黨選民史蒂夫陽則認為 兩黨對中國政策實際上相當相似 但民主黨在與中國打交道上表現更好 拜登和習近平有這些教導 沙利文是8月份去了北京 燕倫去了北京非常多次 我覺得對中美關係來說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們必須得找地方來合作 然後因為當然我們這兩個國家 完全是不能去打仗的 冷戰還是熱戰 我們是不能去 因為我覺得美國人民不想再打仗 史蒂夫陽也期望新總統能擬平激烈選戰造成的分歧 我們現在政治的這個體系就是 應該我們的政治原來也是 然後應該是這樣的 我們能回到尊敬 然後更安靜的一個 在英文叫Political Discour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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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